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认为这三个月的女人 有点滑鼠 但它是美丽的 我认为这三个月的女人 颜冬生这三个月 跟闪烁境地一样 在国际上享有胜利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海棠红 给我抓回来 中院中美电影节 15岁的华旦 我希望她茁壮成长 而且青春常驻 感谢中美电影节 感谢每一位为这部影片 庆祝心血和智慧的 师长和伙伴们 也感谢颜冬生先生 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示范 示范如何用一生的时间 去诠释内心的火焰 去守护初心和信念 谢谢大家 好幸福 首先感谢中美电影节组委会 感谢苏主席 感谢苏太太 谢谢我们白派团继续努力 她是一个海外女性的 就是叫传奇 也是我们女性的骄傲 所以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被看到的人越来越多 哇 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中美电影节 并且获得这个奖项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这部片子呢 其实是关于 颜冬生先生的一生的生平的故事的一部记录电影 所以呢 我是期待 这部电影 颜冬生先生的故事 可以慰藉和激励 每一位正在寻路的人 正在追梦的人 正在前行的人 对 谢谢 戏曲呢 通过拍电影 就扩大了戏曲的影响 我们的舞台更大了 非常感谢中美电影节 邀请我们 这是第二次来 我朋友 对 去年是平剧电影的韩芋娘